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23号下午在东京举行了美日峰会 这也是两人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而在会后的记者会上 台海问题延然成为了全场焦点 记者不停地追问拜登 拜登的对台承诺讲了两次 但是他也强调美国支持一中原则 但中国无权动用武力夺取台湾 美国也已经做过承诺 愿意使用武力保卫台湾 会与其他国家站在一起 而这也是拜登几十年来 对保卫台湾做出最有利的公开发言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不过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汪文斌随后在记者会上 表达了对拜登言论的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岸田文雄同样也提到 不容许武力改变现状 标大又日美主导国际社会的想法 而这一次拜登的亚洲行 最重要的还有 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架构 IPEF 这个架构抗中色彩浓厚 将会有日本 南韩 印度 等13个创始成员组成 不过台湾并不在内 此外拜登出访日韩的同时 传出北韩很有可能准备好 进行第七次的核弹事报 不过有末日飞机之称的 美国空中指挥机14B 这时候被转移部署到 日本冲绳加首纳基地 南韩军方就分析 此举是美国警告北韩 不要情举妄动 本文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